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应该陪伴 陪伴他一起长大 要尊重他 朋友们 今天我们这期《非你莫属》 将会为您带来一次新奇的面试体验 那就是我们的特别企划 英介生专场 以往我们搞过很多专场 就这个硕士专场 高学历专场 这个圆梦专场 职场再出发专场 但是我们其实忽略掉了 在庞大的求职人群当中 有一个群体 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各个企业的HR面前 他们就是英介生 赵方 你怎么看待英介生这三个字 我觉得英介生首先是非常有活力 然后有很多创新的思想 但是又缺乏经验 有力 有力 对 我先说缺点吧 就大概率的多少有点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 我们公司很少招英介生 因为我们感觉 我特别希望英介生 能在别的公司锻炼两年 再来我们公司 优点就是阳光吧 我会觉得从这字面上 印啊 我老子的意思 我也觉得是应用 他学的东西 怎么能最快地运用他的工作当中去 就能找到精准的方向 另外一个就是适应 就是从一个学生角色 变成职场人的时候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 走上舞台的第一位求职者 他的面试关键词 我跟你不同 欢迎求职者登场 朱瑜 二十岁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专业 本科学历 再读 各位老板好 我叫朱瑜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广告学系 这一次前来 是想要在毕业后 获得一份互联网或营销相关的工作 我期待的月薪是一万五 谢谢 哇哦 果然 应届声名不虚传 来我代表你们问一下 小伙子你是要实习的薪酬 还是说一万五是转正以后的薪酬 转正以后的薪酬 转正以后的薪酬 好 我跟你不同 在哪里 我其实在上海前有听到前辈说 应届声肯定是眼高手低的 来看我的手势 从这边数啊 左数第三位 穿红衣服的漂亮小姐 就是说你眼高手低的 但是呢 恰恰她的企业呢 可能也有这方面岗位的需求 你看看你要不要用面试当中的表现 来扭转她对于应届声的 这样一个大致的判断 其实我的实习和项目经历 是比其他应届声要丰富的多的多的 我有在五家公司实习过 哇 五家实习公司 说一段你最难忘的实习经历 跟我们分享一下 之前在某种草平台尝试热榜营销 当时我是负责我们官方的账号的运营 所以比起发现可能选择 什么样的内容适合上热榜 要更为贴切一些 我们有各位企业家 还有人力专家 如果他们也在平台上开号 他们要发什么样的内容 才能够上热榜 比如说吧 就你看 穿那个粉红色衣服的老师 他是做猎头的 他要在自己的这个职业身份 为基准的前提下 在你们的平台上 发什么样的帖子能火呢 这样啊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背景 我是做猎头行业的培训 和组织猎头行业的大会的 我就想变现 这就是我的诉求 在这里首先要理清两个思路 就是你变现的思路 和受众喜欢你的思路 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想要变现的话 你肯定会考虑 你的客户喜欢什么 或者是他们需要什么 为什么给你钱 我想先请问你 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客户 他之所以找你 而不是其他培训行业的原因是什么 其他人讲不了啊 只有我能讲啊 OK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平台上 去培养你的个人品牌 那么你需要发的第一篇文章 它的标题是 这个事情只有我能讲 然后它的内容 必须以你自己个人 非常心酸的 或是有趣的瞬间相关 同时必须提及 你能给其他人带来的价值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在这个 上一份那个实习工作 你是那个负责热榜的评委呢 还是规则的制定者 我负责跟我的leader 去协商这个规则 然后负责去选哪些内容 符合这个规则 把它选出来 那最后这个评分呢 是你们打的分呢 还是通过 比如说这个数据算法 推出来的 数据算法 数据算法有观众评分的 这个成分在里面吗 它的数据算法 完全是根据观众的 点赞和评论来选出来的 所以你们下的内容的话 就是说如果点赞量很高 那么它自动的 就会被评为 这个上热榜的对吧 你刚才说的 这个点赞量很高 是其他社区的热榜 是这么做 但是我们恰恰要选择一些 它可能本身点赞不高 但是又符合规则的 来去扭转 或者是改变 我们这个社区的风气 好那 你怎么认为 你的判断 就是说不为 这个普罗大众所接受的 这些内容 就是你想要的 那个热榜呢 是我们团队的 和其他部门一起 讨论出来的大规则 在影响着我们怎么选取 最后由数据和事实 去裁定我们的 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来面试进行到这儿 他试图把两个关键词 都说清 第一个叫 我跟你不同 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看到了 你的的确确和我们的认知 不同 这个你做到了 但是怎么上热榜 这件事 我们目前好像 还没太听懂 来我先问一个问题 听懂的举手 听懂的只有两位 我刚才其实是在仔细地听 华尔特提的问题 这个问题看起来 好像几句话说完了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因为首先你要分析 这个人的背景 分析这个行业 你对这个人行业和背景 并没有那么了解的情况下 你很难几分钟时间 能做出一个 让他变现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我觉得从广告营销 这个层面 我觉得讲得挺好的 注意身上 我看到他 特别知道 你的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要赚钱 还是要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 年轻人非常难得的 那第二个他给了你方法 在他认知范围内说 你要想赚钱 你的与众不同的赚钱的点在哪 你能干的事情 别人干不了 第三步他又层层推进说 你干不了的事 我告诉你 你找到你生活中 那个苦的 那个痛的 那有趣的 养点痛点 或者是说你的这些点 我把它用小片段 用故事 快速地呈现出来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孩子在层层地推进 他对认题的一个目标的设定 策略 写给了具体的方案 所以我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非常棒 那个军姐 但是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是在于是说 他这种方式的话 在他这个体系内 其实他就是一个 行活流畅化的东西 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法 适合我 库尔特 但他也适合你 与你甲军 但并不代表 甲军能活 库尔特就能活 所以我没有听到 他告诉我的 针对于库尔特这个人 应该怎么做 这一点我不认同 我们现在给到他的背景信息 和样本还是有限的 其实首先呢 这是一位应届生 这个标签在他身上 我们必须要用应届生的水平 看他拉齐一下 他符不符合这个时代里面 这个小孩的状态 那在这一点上 他的实义经历 和他的面试状态 以及他回答逻辑是绝对过关的 但是他没有达到库老师的标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全案的整合思路 而且如果他真的能回答好 坦白说他绝对不是要一万五的 他可以要出年薪百万的 所以我觉得从回答的状态上 和他今天在舞台上呈现的细节上 是给应届生这个身份加分的 另外我想问一下 你不是明年才毕业吗 为什么这么早的就开始 从这个公司做了一个月就离开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 有一个假期的毕业 就是问问要写 我就跟他在做完工作交接之后 说我可能要离开了 其实这个理由的话 我可能很难去接受 如果你知道一个月之后 就要写论文的话 你为什么要去找这样一个工作呢 而且你当时还在自己 在做自媒体 这个我不赞同 他可以写论文 有一个月的空闲期 然后又可以住 那边也接受 对 所以我就是想知道 其实他这个机会应该持续下去 这样他会更加地加分 大老师就是 这是我开讨论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说眼高手低 然后选手上来说 我可能我对这个不赞同 那我也承认我们可能出于企业管理效率 有这个刻板印象 那我才说 我说我相信 如果之前有过这个履历 有过两年的锻炼 我就特别期望来我们企业 他说的也特别好 我至少有五家企业的从业经历 但其实五家 我们现在看到四家 每一家大概就一个月多 加起来也不超过五个月 总结的经验是不足的 我觉得反而验证了 我开头说的那个 就是眼高手低 我说实习生为什么要多待点时间呢 比如说我挖掘完这个数据以后 跟完这个算法 我发现了一些 我认为在这里边应该去做的事情 这是我对于一个实习生 应届生 再往后职场发展 需要多一点时间的那个期待 我当时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很好奇 要注意 你为什么 每一段经历只选择一个月 而且2023年的1月到6月 这中间有什么你特别的设计和考量吗 如果严谨一概地说 我学完了 你学到了什么 比如说我有参加过某央媒的问卷访谈 然后这个项目 它是短到只持续了一个星期 我就是当时跟那个老师说 我一定要跟你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我能把它做好 当时是亚太地区的一个访谈 然后当时我要学什么 我是非常明确的 我想知道怎么样合理的提问 和接触对方的问题 我就学到了这个 然后我跟对方承诺 我就做完这个事情 我做得很好 我离开了 一个月你觉得你学到了 但恐怕要么就是你目标设得比较浅 要么就是你学得比较浅 恐怕很难真正地学到一些 对你以后求职有用的东西 我总结一下 面试进行到这儿 这个小伙子就像他前两个关键词一样 你就是热榜上的一个词条 我们今天叫英介生专场 你是这个热榜当中的某一位 但可能你并不那么起眼 因为你还没有做到真正的不同 那接下来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 朱鱼的职场情商课 小伙子来看大屏幕 同事呢 总爱炫耀自己有学问 你已经忍了很久了 这次 他又当着领导的面炫耀的时候 犯了一个错误 你要不要拆穿它 最开始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典型的 你在某种草平台上会看到的问题 然后评论区会有一些 很高情商的回答 我最开始想的是 我会先看一下 这个错误 它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如果它是无关紧要的 那我们就抓大放小 这个错误是否会影响到 他这个人在团队中的形象 如果他需要一些支持的话 我可能私下跟他说 这样他下次就不会很丢脸 后来我拿这个问题去 跟我的同学想一想 我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团队氛围的问题 我们的团队 它是否支持 一个人犯错误 我们的团队 它是否支持一个人去 去表达自己想说的 然后没那么考虑情商 哪怕是应届生 其实我们的行为 也会影响着整个团队的表现 以至于它的氛围 所以我会想要去 用我期待的 这个团队的做事的方式 去跟它沟通 我不知道会不会太抽象 我觉得朱宇讲得很清晰 就是他把他性格的底色 他有温度的 能共情的 能够站在个体和组织 两个视角都呈现出来了 因为在这个情商题本身背后是 反映了他对人对事的一个逻辑 从逻辑性上 他刚才的每一步拆解 对组织 对个人 他都考虑到了 这一点真的是作为 年轻人能想这么多 我觉得非常棒的 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好 就是好到不能再好 就他能把这个题点到 团队氛围这个点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 菲尼莫属我们所有人的日常 就是有一个特别爱炫耀自己学问的人 库尔特 以及若干人 经常在炫耀自己的学问 然后没有一个有情商的人 在那默默的一种高情商的回答 然后就直接回怼过去 然后就直接披露他这个炫耀 在哪 问题在哪 然后也不影响我们为了团队氛围 反而变成了一种风格还挺好的 然后怼和回怼之间 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团队氛围 雨昕你可以直接点名书 是吧 我一直认为揭穿它是我的真诚 但是在你这时候是情商第一原来 我喜欢你的个性 但这里面唯一的挟持就是 你一定要清楚 就是你的性格怎么融入团队 这是我特别担心的孩子 所以我希望在融入团队这个上面 你要去加强下游 那这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 问题就来了 他的第三个关键词 何去何从 我也想请就是老板们看一下 你们觉得可能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个何其何从 你能问这个问题 这点我觉得非常赞赏你 可是我觉得你过去的一些经历 我不觉得那是给你增加光彩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东西害了你 你看你刚才那好几段经历 是吧 每个经历一个月时间 我特别期待你能说出一些 让我觉得这小伙子很厉害 一个月都可以学到这么多 但是我发现没有 你这一个月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你的傲慢 学到了你说 我在这儿待了一个月 我在那儿干过 我在那儿干过 我在五家大厂干过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毕业 我站在这里张口 我可以要一万 我不同意这个一丰总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 大厂这些实习的经验 对他这个未来从业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一直鼓励这个毕业商 要去大厂学习 因为大厂有很多文化 是我们小公司没有的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市场的规律 包括你帮库尔特老师 设计这个方案 很多东西我都觉得 是从大厂里吸收的 这个游戏的规则 足以你身上前面展示的亮点 大家看到了 那我现在要说你的问题了 你身上也展示了 现在我们很多应接生 最重要的是 在很多时期当中 叫做打卡式的简历 你的简历当中有很多大厂 但是你在面试的时候 没有讲清楚你的核心项目 和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是第一个致命硬伤 还有第二个呢 是你每一次选择离开的时候 那个为什么离开 很多应接生会说 我学完了 我走了 我们曾经在舞台上 也有一位清华的选手 很优秀 但是他每一次都是大厂经理 最后走的就是 我得到了 我该得到了 所以我就走了 很短 这种状态 不是说它有问题 而是说对于你要求职的时候 不是企业来去 携带的选手的态度 因为公司是要 让你来贡献价值的 你没有把价值讲清楚 而且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 你学到了就走 学到了就走 没有人去给你这样机会的 布宇 你今天面试呢 我觉得应该记住三个人的话 一个人叫库尔特 一个人叫李雨昕 还有一个人 就是赵芳 其实赵芳呢 代表了我们时长上 大多数的一些观点 就是说对于优秀的青年 我们要给予一种 呵护和关心的角度 帮助你们成长 但是 响鼓中锤 这你真正是一面 能敲响的鼓啊 我们更愿意在你身上 下更大的力气 所以李雨昕说的 眼高手低 在今天的面试过程当中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 是得以体现的 来 我问一下 你今天来找的岗位是 没有写 意向岗位是什么呢 我可以调整我的期待吗 可以啊 我想要一份实习 我会做到三到六个月 我希望是营销 和货币网相关的 好 你的期望薪酬是 我希望的薪酬是 一天一百二十元 一百二十元 地点呢 地点 都可以 接下来 球 踢给你们了 请各位企业家 根据猪瑜的面试表现 做选择 祝贺你小伙子 还剩下四盏灯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 谈钱不上感情 有请各位 来 拿出题板 祝宇 我从头到尾都非常支持你啊 那么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 实习的薪资是每天一百五十块 工作地点北京 祝宇 你好 那我们这边呢 现在在招的岗位是营销助理 薪酬是每天一百五 实习工资 其实我想了半天给你提供什么岗位 我写的是新媒体运营 我想请你帮我设计一个视频号 然后呢 我可以给到的是一百五 我每天 然后工作地点呢 在天津 祝宇 你好 给你的那个岗位是新媒体的营销 每天是一百五的日新 还有KPI的考核 有更多的转化 还有很多的奖金 地点呢 是长沙 北京也可以 小伙子考虑一下 然后四选二 请出发 我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对不起 好 祝宇回到台上 来 有请二位企业家 走上竞价台 你好 祝宇 我们呢 是天津 来说比较快速发展的 这样的一家高科技的 胖心型的一个企业 非常喜欢你 那我们现在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一个营销助理的岗位 从实习开始 那如果实习期结束以后 你我双方都彼此有意愿的话呢 我们可以转为公司的正式员工 工作的地点 被死在天津 但是呢 可能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出差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国内的业务 未来呢 也会有国际的业务 现在给到的待遇是 实习生的待遇是一百五十元 每天 公司可以提供住宿 好 有请和文 哎呦 涨了十块钱 赤巨子下血本 是的 因为我很喜欢猪瑜 猪瑜你特别好 是因为首先你特别的冷静 其实瑜伽非常希望大家 真正的静下来了解自己 而不是让大家以为的那种练习身体 所以希望你加入到卡莫瑜伽 地点呢是在长沙 后期会在北京 好 猪瑜 接下来考虑一下 卡莫瑜伽 全合成二选一 或者谢谢 再见 计时开始 来吧 公布答案 你的最终选择是 我选择这位老师 祝贺李静 感谢何文 去吧 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谢谢 祝贺你 手机成功 谢谢 再见 我对大家坚定自己的 自己的想法 因为人生还是很差的 我在越年轻的时候 暴露越多问题 我之后成长的困境就越大 如果有观众看到这些节目的话 也会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谁说金钱是万能的呢 刚刚我们就亲眼目睹了一场 十块钱的溃败 这十块钱对何文带来的打击 我想是多少个十块钱 都无法治愈的 我们先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 面试关键词 差学生 坏学生 好学生 第三个归我 前面两个有没有人认领啊 反正我在学校的时候 不算什么好学生 对好不沾边 他这三个形容词都是加了引号 对 所以我就有点怀疑 这个差是反话吗 就是可能不是那种 老师或者同学眼里的那种 乖乖的那种学生 对 可能是那比较有个性 比较有想法 特立独行那样的学生 来吧 让我们赶紧请出求职者 闪亮登场 胡云胜 22岁 黄河科技学院 舞蹈编导专业 本科学历 再读 尊敬的各位企业家 亲爱的主持人老师 人力资源管理老师 以及电视机舰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胡云胜 来自河南郑州 目前是一名大四在校生 我在郑州有很多的经历 我在校期间 做过辅导员助理 也做过创业协会的会长 我的一厢岗位 是助理岗 市场部有关的岗位 以及各位企业家 认为我适合的岗位 我认为 人只有不断地学习 才能超越自我 只有不断挑战 才能开拓创新 谢谢大家 欢迎你小伙子 来 你将报名表交给我 请 头发有点少是吧 你这个真的是22吗 对 确定 确定 专家席有一个女生在校 那是你妹妹吗 她是我男朋友 你多大 你猜一猜吧 我猜你最多也就19 24了 哎呀 不像 可不像 你看你旁边那姐姐 才是24的模样 不动了啊 你天生头发就 就这样吗 我这个的话就是 第一是遗传 第二的话就是 可能是平常 思考的事情比较多 然后掉头发 掉的可能比较厉害 思考的事情比较多 好 面试刚开始 跟我们讲讲 你平时都爱思考些什么 虽然说我学的是舞蹈 但是我会设计 然后我也做过客服 也一直都是做过 很多演艺的领队 各方面的东西 你一个岔生 你天天思考些什么东西 就是我初中的时候 我学习不太好 那我得替库尔特 跟你握个手 他初中的时候 学习也不太好 你初中是哪一科不好 还是科科都不好 我初中的时候的话 应该就是说 每科都不太好 哎呀 那我再替库尔特 跟你握个手 他也是每科都不太好 以后我告诉你 我这些事我不告诉你 都打台上来说 他不是说 不打在台上说 没有人说 没有人说 他们不知道 看你长相猜出来了 你初中就应该就 学习成绩就不是特别好 那我小学好 来 那你是怎么坚持到 初中毕业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姐和我妈 都来学校了 我姐给我们 班约说一句话 你把一个好学生 教好了 他因为一直都是好的 你把一个差学生 教好了 那么你才是一个 更好的老师 来 等会儿小伙子 等会儿 你姐看过我们节目吗 我姐她没咋看 没咋看 一定要让你姐看一看 尤其要让你姐 好好看职场情商课 这道题 你姐用这样的语气 跟你老师说话 好像是没打算 让你好好学习 是吧 其实让我最感动的是什么 因为我班主任 她是教英语的 我英语很不好 当时她就给我说 你周六周日没事 你来我家 我给你上英语课 哎呀 对 她说是免费的 而且是 不是不要我钱 义务的帮你提高成绩 对对对 后来英语成绩有提升吗 高厂发挥了 哎呦 然后考上了 我们那边的一个高中 那你真的应该 好好谢谢你班主任 对 所以说嘛 就是初一到现在 除了疫情那几年 我每年寒假都去的家 和他聊天 对 所以说连着十几年过来 这个好孩子啊 到什么时候 咱们中国人讲的 这诗恩不能忘 对 挺重情义的一个孩子 是 然后初中这样过去了 然后高中的话 他是一个 我是一个坏学生嘛 就是说淘气嘛 我平时的话 我也喜欢交朋友 就失眠朋友会有很多 然后平常这样 自己淘气 就会给学校者 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交友不慎 对对对 电视机前有很多年轻人啊 就在交朋友的这个问题上 更多的喜欢兴趣相投 是吧 但有的时候 年轻人能不能干好不重要 怎么选择 其实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 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自己在改变呢 就是临近高考的时候 那我是一考生嘛 我学的是舞蹈 当时舞蹈就是超长发挥嘛 然后的话 又超长发挥 对对对对 那次真的是超长发挥 然后考得还不错 然后当时就在想 哎 舞蹈考这么好 那文化课不行啊 上不了三百分 我这怎么上本科呀 三百分你都上不了 真的 就是我确实就学习不太好嘛 我承认 最后你考上了这个 黄河科技学院舞蹈 编导专专业 还是本科 我其实我妈是给我 报了一个补习机构的 还挺好的 学了一个月 好 来 小胡 我给你一个机会 想不想跟那些 即将走艺考路的 你的弟弟妹妹们 说两句 关于学习这件事 行 就是我感觉嘛 就是艺考这条路的话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是捷径 但是这个捷径 还是需要大家 一步一步地去走好 因为它不一定是捷径 所谓的捷径 都是用你的努力 和你的汗水来换回来的 嗯 然后就是希望 即将艺考的弟弟妹妹们嘛 就是练舞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另外就是文化课 一定要好好学 要不然到时候的话 很有可能 因为自己的文化课 考不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好 来 给小伙子一点掌声哈 这是我们2024年舞台上的 算是第一份 这个人生经验分享了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 就成功地蜕变成了好学生 是我高考完之后 你这个人情商真的特别低 我刚才问他 这个问题是有用意的 其实他可以说两点 第一点就是 我后来怎么怎么样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遇到了我的女朋友以后 我就变成好学生 我就这么引导他 就无药可贵 来 说说 他变好以后有什么变化 他变好以后 就是他知道挣钱了 挣的钱也给我 这个姑娘 你才24 你就懂得很多42的姐姐们的心态是吗 挣钱了 完了还给我 挣多少钱啊 真不多 他跟我在一起之后 干什么都不太顺 完了还愿意把钱给你 对 为什么不太顺啊 在这个企业干着干着 这个企业就倒闭了 没有这么发展 都别乱 都稳住了 稳住了 来 你接着说 还吓人了 你接着说 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就是他暑假的时候要带我出去工作嘛 然后工作工资都没有问 我说你问问工资嘛 他说没工资我也去 我就是主要学习的 态度很好 我们就过去 对 态度很好 我们就过去了 到那边之后 干了两个月 一分钱也没拿 一分钱没有 没有工作上的钱 工作上是没有钱的 但是他招了演员 也给了他人头费 然后他没有工资 回来之后 那个景区的这个演艺公司 就倒闭了 不干了 够了 不用再往下说了 你们一会灭灯以后 咱们请库老师把他带走 跟库尔车去干猎头 我觉得这个事特别靠谱啊 如果你们灭灯 我还真把他带走 为什么 这小孩挺好的 第一的话 他特别愿意去观察 这时的女朋友告诉我 具体不告诉你们 第二点 我觉得他这种心态特别好 他懂得我想去学习的情况之下 哪怕你不够钱 我都会去做 虽然那家公司是不合法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态特别好 真的没人要你 我要你 那库尔特老师 你把人带走 给人什么岗位 给人待遇吗 你等一会 至少实习工资 一百七一天嘛 对不对 他得比合文高啊 对吧 自己说的一百五起 对吧 一百八上海 好 一百八上海 大家记住了啊 这是他和潮汐拉平的一天啊 这历史性的一刻要记住 我看他履历 看完以后 我觉得这哪是占的少 这简直收入太高了 就二一年至今 现在月薪是三千 对啊 咱看最后一个 二零年到二十三年 月薪两千 这俩加起来就等于保底五千 中间还有两段 就是二三年的 分别有两段 都是至少有一个三千的 这就八千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啊 就比如说做演绎嘛 里面会有很多人情世故 那肯定啊 就是人物比较 要花费很多的钱 就是维持很多的关系 你意思是你就是挣的挺多 但花的也不少 对 是这样子的 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去赚钱 其实我赚钱嘛 就是目的性的话 也很明确嘛 第一的话就是好的生活 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嘛 房子 车子 喜欢好一点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的朋友发小很多 想的就是 我做起来的话 能带一带他们 能一起赚钱 我有这个想法 一人负了不算负 大伙负了才算负 还有这种带头的意志 对 有这种想法 好 那你都先后做了什么呀 就是有一个视频 然后可以放一下 有视频 对 就是很简单做了一下 来 我们一起看看大屏幕 你是负责给这种景区公园 主题乐园输送一些 比如说兼职演员 对 你是干这个的是吗 对 就是你也是干人力资源的 只不过你是大学生 这个领域当中的 特定场景的人力资源 对 好 来 你今天找的岗位 助理 对吧 对 更多的偏向于市场 还有景区运营策划 对 这两个方向的助理 你觉得自己有哪些优势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 我从大一到现在 一直是辅导员助理 然后并且的话 我自己的话 在大学里面的话 也是创业协会的会长 助理这一块的话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体会到老板的一些心态 比如说客人来了 应该做些什么 应该怎么接待 老板在忙 应该怎么做 好 这道题我们以前出过来 老板现在让你当助理 五个老板 在会议室里等着见你们老板 但只有四杯水 这个时候作为助理 你怎么办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 不给 然后去买水 重新给 每个人都要有 不能说让每一个人觉得 自己的心里不平衡 观察力还挺敏锐的 对 我提议我们这儿考一考 他的执掌情商 好不好 如果与你相处不错的同事 有一天说 小胡 看看你工资条 想看你比他钱多在哪里 你会怎么办 我肯定是选择 不让他看 因为公司的话 都有规状制度 我会给他说 我可能就是比你多一点 会更加努力一点 我下班会更晚一点 要不然你看看 下一次 如果说你没事的话 咱俩一起努力努力 咱俩一起做点事 看能不能一起 把这个工资提上来 我会这样做 来 我们先请库老师 点评一下 在回答这道题之前 我只看到了 你的人情世故 其实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对于制度的底线 但是我会发现 你在这两个点上面 都做得特别好 而且你的第三个转轴 觉得更好的是什么 我要去影响更多人 让他更加的积极努力 我觉得这个题 我给你99分 那一分扣的怕你骄傲 我给他扣的是三分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如果 作为老板的助理的话 不应该去说 如果以后你想多赚 咱们俩一块干点什么 就是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以自己 不是助理的身份 因为我感觉 助理的身份的话 就是 我刚才特意说了 你要来找助理的实习岗 我们就在这个前提下 来考你的职场情商 那如果说 我要是助理的话 我可以说 那咱俩一起好好干 想办法让老板 赚得更多 咱俩就越来越多了 这小子来给他点掌声 这也绝对适宜 这个 大老师 我就跟你讲 这小子在严谨事故里 拿捏得死死的 对 是吧 那可不 助理是办文办事 辅助决策 从刚刚提的情商的角度 工作角度 太多东西要学习了 那之后呢 随着离业务越来越近 因为跟一个 不管是老板 还是部门主管嘛 那你接触层面 是非常多元的 且复杂性程度非常高 那么一个好的助理 基本上能做公司的副总裁 但我觉得他好像 挺具备这个素质的 因为他的多元能挺强 你今天的这个技能展示 是什么 就是街舞嘛 因为从小到大 一直学的街舞 好 来我们掌声欢迎 把舞台交给我们的求职者 谢谢大家 就是我比较喜欢看街舞啊 就是但是 说实话 如果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的话 我觉得可能 就差了点节奏感和这个 就是力度没有到位啊 你的舞蹈的背景 可以武断地说 你没有花很多时间 你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你的专业上 其实我特别在想 可能对于很多艺术院校的学生 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 面对我的职业和所谓的面向未来 职场上赚钱这件事情 我如何匹配我的时间 和最终短期的收益 和你长久收益时间 哪个是应该在校生 更得关注的 金姐 你有没有听他一直在讲 他的求职也是求一个助理的岗位 跟他的专业一点关系没有 不管跳成什么样子 我们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才艺展示 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 其实我用在专业上面的话 就是可能说时间很少 第二就是说 我自己的学习的话 刚刚也说了 就是一直很不好 本科也好 研究生也罢 就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始终还是要在社会上面 进行去磨练和锻炼的 要养家糊口的 所以说我更注重的是 社会上面的生存能力 是这个 其实这个问题背后 也折射出当下很多应届生 他们的共性 就是说 我本专业学了 可能仅仅是因为高考的时候 这个分我能考上 但我以后不一定干 那这大学四年 我怎么分配我这个经历 他现在就是在这个 物证业和不物证业之间 那对于 还有很多 即将走出校园的应届生 大家想给他们 什么建议和提示 我其实是想说 我们舞台上的企业家 就刚好是有正面例子的 因为刚才一封总 他的观点是说 你喜欢金银 不喜欢舞蹈碎制 但实际上是 他喜欢表演 他把表演打磨得也挺专业 但是同时 他也把商业做得很好 那雨昕总是 医学这个背景 一直在深耕 同时把经验也做得很好 就是专业如果你选了 要珍惜这个时光 同时把你的额外技能 去有分配性的去做调配 但不要把专业丢了 要不然你的安身立命之本 就没有了 不能只拿个毕业证 就上压塔的四年 对一个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 如果我不喜欢 我的本职专业没关系 学校里还有许多的 选修的课程 在这里找到你的兴趣 充分利用你的学校里边的资源 把学业这件事 你具备的基本的知识 思维方法要学到 君姐你有没有听他刚才 就是说了他在学校的一个身份 创业者协会的会长 是吧 所以你看他的目标 非常的明确 没有 我不支持 虽然你没有说完 我的人生就是长跑 大学训练不仅是知识 是你的思维 是你的逻辑 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我有了这一把 打开着受制于人的钥匙之后 我有更大的舞台 让我能够去绽放 而不仅仅是看中眼前的小力 我想支持一峰 我觉得一峰说的 有一部分是对的 我们以中为始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他其实创业者协会 他要更多的可能性 他现在就在尝试 更多的可能性 对吧 因为他的目标 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明确 从他上了大学开始 一直到现在 就是做一些商业经营的 一些事情 还有很清晰的一个认知 那么我就想问 那个君姐了 君姐刚才说 在大学里一定要学习 怎么样怎么样 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可是又有多少人 可能大学没有上完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有上完 他依然创业成功了 我觉得我们正方和变方 都太偏激了 我想说一个 我自己综合一点的观点 我觉得大学生创业没有错 我觉得咱这个云胜同学 也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 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现在 没有核心竞争力 像比如说 我们天井非常优秀的 天南大 对吧 天南大的毕业生 我们鼓励他创业 但是是他拿出 他的科研项目去创业 是他的专业 对 和学科领域内的成果 去创业 是的 在天开园里 设立公司 对 甚至有更大的发展 对 如果余胜同学你说 我就是为了拿一个毕业证 证明我有学习的能力 但是呢 可能这个专业 并不是我未来 就是想做的 这个职业规划 但是你一定一定要 不断地 真的是加强自己的文化学习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有些学生的话 试学习可能是比较好 舞蹈的话 跳得比较好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说 没有更多的 就是说方式与办法 把自己的能力展示出来 可能就是说 有些人的话 他的学习不好 但是比如说像我 会有一些途径 一些方式和办法 把这些资源 整合到一起 其实我告诉你小伙子 贾军和陈一峰 他们吵的根源 就是他们俩 不是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是黎雨昕 黎雨昕引导着 所有企业家 发掘了你的一个能力 就是在过往这些年 其实你有着一个 比较强的持久 且稳定的一个收入 这背后是一定 有你能力做支撑的 对 对吧 第二 贾军说的我认同 你听过一个成语吗 小兔 三哭 对 一哭 未知变 就是狡猾的兔子 在他那个洞穴旁边 有四通八达的迷宫 抓不到的是因为 只有他自己知道 能够快速地 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 所谓变 是首先你个人 要具备一个 X的综合能力 就我除了舞蹈 这个本专业 我还会干别的 二哭未知熟 是因为周边的地形 他了解 第二哭熟 就是过往 我干过的熟悉的事 三哭未知旧 就当你发现在 在周边的这洞穴 都找不着他的时候 就派人盯着这些口 然后回到最开始的洞穴 去逮他 一逮一个准 最后一哭 往往就是淡尽良绝之时 你之前干过什么 最后只能干什么 对 所以说你自己 在走向社会的时候 你也得有自己的三哭 我再跟你确认一下 你写了 助理港 市场部岗位 要做调整吗 不需要 不需要做调整 好 希望薪酬是5000加 这个是转正后的工资吗 这个更希望的是 实习的工资吧 好 来 阔老师 希望你能降低一下 你的薪酬的期望 因为你现在的能力 说实话 120到150 是相对比较客观的 就是我可以多说一点吗 就是我不理解 大家这个行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的话 大家都可能觉得 我比较优秀 就是因为学习这件事情 否定了 我感觉 不是 我们没有否认你的优秀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要看你的背景 然后要去看 你的市场的核心经浪力 你现在能不能要180 我告诉你 我带你走就180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你可能会失去 更多的选择 就是因为你啊 你开场就告他值180 现在还告他值180 但是你让他去降低 因为我知道 你能给我带来什么 但是你需要告诉他们 你给他们带来什么 这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你的期望实习薪酬 是多少呢 每天的话 150 150 好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工作地点的话 最好在河南郑州 最好是 其他地区的话 也可以考虑 好 接下来 刘登的企业家 请根据胡云胜的面试表现 做出选择 有请各位 祝货你还剩下三盏灯 进入到最后的谈钱 不伤感情 你好 小虎 我们这是做河南 怀店王婆大虾的 全国现在是416家 给你的岗位是选址专员 建国一在北京 目前定位人工智能 大健康领域 是科技加上一个 这个招扬的核心板块 给你的岗位 是市场部的市场专员 180一天在北京 您好 女生 我们是汇峻服务集团 我们主要板块有人资 就刚才说的人力资源 因为我看您以往的这个 以往的这个经历呢 是做过人资的 但是我觉得你做的不专业 所以我们可以给你一个 比较系统的培训 所以呢 我想呢 请你呢 来做我们的市场营销 因为我还是觉得 你非常适合做市场的 然后呢 薪酬是150每天 然后工作地点在郑州 谢谢 三选一 放弃的企业 请灭灯 出发吧小伙子 好 来 回到台上 你好 市场营销 就是在这个市场营销 针对的客户群体 是什么样的客户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 B端的客户 企业 比如说 对 比如说像 店家 贝科等等这些吧 都是我们公司的 这个客户 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 一些大企业用工的 这种企业 我们就是坐班的时间 可能会相对来说短一点 是吧 我们是弹性的 但是如果你有客户 真的是用你自己的资源 拉进来的 我们还会有绩效提成 是这样的 健康有益是一家 人工智能大健康企业 我们企业70%都是技术人员 市场部也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跟对面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2B的企业 目前国内 几乎所有你认知的智能 终端 包括各大保险公司 体检公司里面的 大健康的智能的系统应用 都是我们的 所以市场部要对接的客户 也基本都是要提供 系统化的专业服务的 所以我们对市场部的 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是希望你能在这 有一个系统的学习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但是我现在想在这 提供岗位同时 要求可能你那个 现在每个月能挣到 3000组团的这个事 可能你就没有时间做了 好 胡医生 健康有益 汇俊服务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计时开始 你的选择是汇俊服务 祝贺赵方 感谢李雨昕 来 小伙子 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最终我选择这家企业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大学里面 做过很多和人力资源 相关的工作 然后这家公司的话 也给我说过 到最后的话 也会有一些系统的学习 这些工作地点的话 是在郑州 所以说我选择的是 这家企业 问一下雨昕 你觉得她最后选择了赵方 是不是因为你那句 兼职可能不能做 我心里觉得 有这么一点可能 其实我觉得 刚刚的这个选择 是她个人的选择 但是职场的规则 代表了绝大多数的企业 就是对于很多同学来说 在学校期间干得特别好 这个干得好呢 我们不说学业 是说比较能折腾 创业呀 自己做点小生意呀 做同学干点什么 赚点钱啊 都做得不错 但是进入职场 你就要有一个职场人的姿态 进入任何一家企业 都不允许你在外面 有兼职的存在 所以说同学们 要厘清这个概念之后 再做出进入职场的选择 我们的应届生专场 正在进行当中 接下来我们看 第三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欢迎这位同学 走上舞台 有请 刘佳琪 21岁 哈尔滨师范大学 动画专业 本科学历 再读 各位企业家们好 老师好 人力资源部的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刘佳琪 来自哈尔滨 今年21岁 平时呢 在别人眼里吧 就是属于家长眼里的 乖宝宝 比较安静 然后也是规规矩矩的 但是我自己心里呢 是比较想自由 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希望能找到一个 跟传媒类相关的工作 视频剪辑类的 谢谢各位老师 欢迎刘佳琪 第一位 第二位主持者 在面试的时候 在台下看 和此时此刻站在台上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是 刚才我是一个看客 但现在我已经走到中间来了 这是位置的变化 心态上没有什么变化 刘佳琪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 你站在下面去看 我们这些人提的问题 你最不喜欢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 到底还能不能做其他的工作 甲军 你是奔着我们军姐去的 别提名啊 没事 提不提名 她也是甲军啊 对啊 那这个问题哪里不够好 如果换成是我这个专业的话 因为我是学动画的 我如果想把这个动画 做精做好 那我就要全身心 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在这个动画上 那根本就没有别的时间 再去想 我喜欢什么 我去做什么 不对啊 你去年的七月和八月 你在浙江宏殿当了群演 那你现在还大肆在读 请问 为什么你又有时间去做群演呢 因为就像我刚才 第一个关键词一样 逃 其实我父母对我的期望就是 以后 当老师 小姑娘稳稳定定的 对 当老师 但是我喜欢传媒类 我也认了 但是我发现 我报那个专业的时候 我可以自己选择 我爸妈他们发现不了 但是我学的是美术 我想 从我美术来走传媒类 那只能学则 学动画 然后 我就把我的第一志愿 改成了动画 为什么 喜欢传媒 其实是喜欢演员 我这个佳琪 去了恒店嘛 然后 因为我身高够 所以就是在全演里面 算是还可以的 然后每次 这些所谓前辈们 交流的时候 都会告诉我 姑娘 你脑袋大 你不上镜 所以 那我不去当演员 我干部后 那我也是离这个 这个工作更近一步 我也是会开心的 来 回到你这关键词 第一个词是逃 就等于爸妈希望你当老师 安安稳稳地 找一个传统认知上 固定的工作 但你可能更喜欢传媒行业 所谓的逃 是一个形容 那这个抓 是你抓住 还是谁抓你啊 我抓住 那个时候 我应该是大二 大二下学期 我想就是通过自己挣钱 然后去满足自己 想去当群演的这个爱好 所以就是 我几乎把我所有玩的时间 全都在兼职上 但是没有 没有一个老板会用一个 刚上大一大二的学生 去当一个老师 人家都会更多的选择大四 当时有 我跟另四个女孩子 一起面试 他们四个呢 也是重点院校毕业的 学美术的 然后大四了 想通过这个实习 有一个实习证明 然后当时的我 和他们坐在一起 我就知道 我可能有一点 要比不过人家了 我要试课的嘛 我也要跟其他的 代本老师去配合 我 发挥了我自己 所有的能力 我去配合这个老师 配合他讲课 准备课件 准备所有 三天试用下来 最后只用了我一个 他们四个全部派 真棒 好厉害 你觉得你胜在哪里 我用心了吧 我觉得这个工作 我必须要拿到 但他们只是想要 一个实习证明 用心可能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他即使不成功了 你也不会后悔 哇 特别棒 我觉得 挺好 你今天 我面试进行到这 我都有点走神 我在想 你没写错 你来找视频剪辑的岗位 视频剪辑 传媒类 传媒类的 你有什么作品 给我们看看吗 有 有吗 是我在大三的时候 做的一个捷克作业 问一个问题 里面的画是你自己画的吗 是 我觉得画的 画的还可以 一看还是有美术功底的 但是除了画的还不错之外 我觉得剪辑这方面就 弱了太多了 因为这是一个 那个flash的动画的话 其实你应该把它 做得更丰富一点 层次更多一点 美术功底不错 剪辑略差了一些 另外的话 我再请教你个问题 你平时说话 也像你今天 在舞台上这样吗 是 给我的感觉 你有点用力过磨 如果你能把你的雨电 稍微降下来一点 你再能够放松一点 可能你会表现得更好 我觉得有点紧 有一种可能 就是人家嗓子天生好 我就问问你 你有没有才艺展示 有 唱个歌 来把掌声送给刘佳琪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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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新世纪来的像梦一样 让我暖洋洋 穿新一发 捐新发信仰 轻松一下 冰冰都四酒吧 以后的路 不再会有痛苦 我们的未来 该有多苦 我想表达是阳光 我这个视频剪的怎么样 不是我的歌唱的怎么样 拉倒吧 还是先聊聊歌吧 但是姑娘你听听 你这歌唱的像话吗 你这个歌太关键词了 先斩后奏 一点防备都没有 这首歌就是第一个关键词 叫陶 跟那个圆地儿 一点都不挨子 我完全不认同 我觉得佳琪她把快乐 在整个演唱过程当中 都感染到我们 是 雅云姐 她的快乐 是建立在咱们的痛苦之上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剪这个片子的目的 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从我逃出家里以后 这个状态一直到现在 我都展现出来了 因为做传媒 就看你两个片子 要么你是在做内容的传达 要么是在做情感的传递 要么就是技术的表现 对 在这两个片子里都没有看到 从画面 音乐 节奏 到你想传递的那种 我们其实没接受到 一个完整的信号 两个片子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是不是 在传媒这个点上 我觉得选岗位选得不太合适 我最想做的 因为是演员嘛 可能不能实现 但是因为我学了动画 动画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剪辑 是跟剪辑类相关的 所以我填的是视频剪辑 但是如果说有其他 更适合我的传媒岗位的话 我也愿意去尝试 比如你觉得你能干什么 视频剪辑以外的 助理或者是 行政 这些吧 你看你还是需要对自己 有一个足够清晰的判断 我们把先斩后奏 这个关键词说了 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了 你打着学美术的旗号 选了离传媒最近的动画方向 是先斩后奏 今天来这儿 父母知道吗 不知道 也是先斩后奏 他们现在以为我在学校 安安心心地准备升考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把我现在想做的事情 和我父母说 即使我跟他们说是 是两年 两年以后不行 我再往回走 他们也不会同意 但是这期节目一播出去之后 你爸妈马上就知道了 他们不看电视 但是他们刷短视频 也能看得到啊 我事先是看好了的 他们短视频一般只有直播带货 佳琪 嗯 据我了解啊 一村啊 嗯 哈市啊 嗯 阿城啊 南杠啊 就我们的观众特别多 就哪怕老刘大哥和他媳妇不看节目 保不起有个同事 战友朋友啥的 你说万一瞅人了 跟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吧 你们闺女原来是这种人 都是先斩后奏的玩法 你有没有想过父母会怎么想 这件事情 他们迟早要知道 我和他们说 他们可能会吵起来 但是通过别人和他们说 他们可能 嗯 当时绝对不会先说 我家姑娘怎么怎么样 他们会说 我家姑娘去 我们知道的 看我家姑娘好看吗 然后 等到回家了以后 再跟我沟通 那个时候 他们就想好了 想好怎么和我沟通的时候 就不会吵架了 就如果说你当年选择 你报考专业的时候 可以参考父母的意见 可是你现在大四了 未来你怎么选工作 想干什么 真的需要父母的意见吗 自己不可以做主吗 这是个好问题 因为我家里人 对我的规划是 考工 考编 考研 没有别的 我最开始的想法是考研 我想考的是 编导类的研 但是我家里人告诉我 你如果想考研 我们再支持你的学费 这些 你必须要考美术教育 因为我每年接触大学生 特别多 我会发现 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大学生 在决策这一课 不光是家长吧 应该是七大姑八大姨 都会出来 给建议 就是你让他不去听 这个声音是做不到 因为大家都在说 但是呢 至少目前我能看到 有一大半的学生 他愿意尊崇自己内心 那什么样的情况呢 学生会先斩后奏呢 家庭里的父母 权威性很强 每次说话都会 把它淹没在那个下面 就会采用这样的态度 我母亲比较强势 怎么说呢 小的时候是 你学这个 必须要学得最好 你必须实确实美 然后长大了 她发现 罚我这些可能没有用了 她开始 这么供你 都是为了你好 你得好好学 等到后来她发现 这招也没有用了 开始亲情是教育 跟我打电话 跟我说 我跟她说 可能我这次没有考好 我妈会跟我说 那怎么办呢 都供你到这个程度了 该做的都做了 你做不好 我们能怎么整 都是你的路 从硬压力到软压力 所以养成了你这种 想逃 想自己去抓住机会 习惯于先斩后奏 是吧 就是我们凭借 家琪你的单方面描述 我们不好对阿姨 做出评价 但是确确实实 对于不少 七零后八零后 甚至现在的九零后们来说 包括你这个零零后 真边会有这样的家长 家长们其实认为 否定是一种激励 但他们可能并不知道 有的孩子的自身抵抗力 可能顶不住这样的否定 而且有的家长 会让孩子活在一种 道德的负罪感当中 导致孩子的心理压力 可别大 就是面对这样的孩子 从过来人的角度 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宽慰 和一些积极的疏导 其实很重要一点 很多的父母呢 我们可能用的权威 这个角色用的比较多 我说什么你就得做 但我们父母还需要两个角色 就是陪伴者和支持者 其实当这个姑娘 在她选择的时候 父母要发挥 她的支持者的角色 用我们父母 可能的认知 可能的信息 提供给他们 我相信这些孩子们 在一个海量的信息里边 她至少能够匹配到 她的认知匹配的东西 我就要放手 让她去试一试 这三个角色里边 越往后面 我觉得越要把支持和陪伴 这两个角色要做得更好 父母是什么呢 叫监护人 就是中国的父母 很多是在监制 就是监督上 做得有点过 因为你关心吧 是不关心 关心则乱嘛 然后在护上 就是这种爱护 尊重上不太充足 所以很多时候吧 我觉得好孩子 不是管出来的 也不是说 你把他要进行绑架 而是应该陪伴 陪伴他一起长大 要尊重他 大多数的父母 因为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共性的问题 就是容易说教 容易破坏氛围 容易打压式的教育 但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自己 在超过二十岁之后 其实应该尝试的是 学会跟父母进行 真正的有目的性的沟通 你第一次是因为无奈 选择动画 目的是传媒 第二次呢 我想做传媒 但是我现在先姑且 找一个岗位 我能先做剪辑 第三个又是为了 说服父母 我说我先去考个研究生 你每一次都没有正面 你跟家里要沟通这件事 所以我建议你后面 能够打直球 正好 以前这个直球用得好 我就害怕这种 不打直球 不主动直面 你跟父母沟通的这件事 会让你在其他的领域上 真正的错过一些 幸福和机会 工作可以再选 但是人生除了工作 还有太多太多的事 你要告诉父母 我在你面前 我永远找不他 但是就像我会喜欢这个玩具 喜欢那个玩具一样 你可以让我去尝试 然后他不是喜欢管控你吗 你就让他去帮你管控管 打败魔法的 最后都是魔法 爸妈嘴上数落你 但心里永远还是爱你 我们的父母永远都爱我 好吗 我知道爸爸妈妈是爱我的 所以我也很爱他们 他们并没有说是 就是苛责我 但是我们确实需要 再好好沟通 我们来看看直上情商 好不好 来看大屏幕 哇 你是00后 最近公司里老有同事 拿00后整顿职场的话题 说你 你会怎么办 如果真发生这件事情了的话 我可能 我可能先会说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话题 在这里说 是为了什么 漂亮 第一 没打直球 第二 你确实职场情商啊 和你的歌唱得一样好 那我觉得其实 佳琪有他的单纯 但是其实确实你在职场的经验有点少 用这样的方式既不能赢得你同事对你的欣赏 同时你还把这个矛盾有可能升级 如果你不是用一个幽默感的方式表达的话 会让别人误会你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误会 他就是直接对这个人去了 有一句话在职场当中叫对事不对人 但是你的话其实是对人不对事 在这道题里面 真的看不到你的情商 所以其实真正的做法 其实你要去理解 这个人他是不是处于一种恶意的 其实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大于你把他直接怼过去 这个的话是需要你以后在工作当中 多留一个心眼 整场面试进行到这 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是偏弱的 但是他对外陌生人群的这种社交能力 是蛮强的 他的宜人性亲和力很好 对 所以说明你性格上有一个弱点 就是你比较害怕处理亲密关系 所以说看你职场情商课 就是要提醒你 你要正视李雨昕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你要努力地去处理亲密关系当中的障碍和矛盾 而不是用先斩后奏 其实先斩后奏这个词 你觉得很帅吗 这帅他是一种逃避 你是不敢跟对方商量 你也不具备跟他讨价还价的本钱 你只是最后把生米煮成熟饭以后 逼着人家看 我说的没错吧 所以姑娘要直面自己的不足 但是你今天的求职 我倒觉得不错 挺清醒的 你没有站在这里说我想找一个群演 而是要找一个视频剪辑 而且呢 确实是带来了你专业的能力 那最后要和你来确认一下 你今天想找的就是视频剪辑的岗位 对不对 对 面试进行到这儿 我和你算作一种弱亲密关系 你要直面我们两个现在沟通的障碍 就是你是不是想找视频剪辑的岗位 对 好 工作地点呢 我希望 最好是天津 或者是东三省 好 来吧 各位企业家 请根据刘佳琪今天的面试表现 确认选择 有请 还剩下一盏灯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你好 这个卡莫瑜伽呢 有线上自己的APP课程 有大量的视频课需要剪辑 同时我们有自己的自媒体 有一些口播和情景类的 需要让你拍摄之后剪辑 工作呢是在长沙 然后包你的住宿 然后底薪是三千五百元 可以线上吗 必须是线下 工作地点必须是长沙 刘佳琪考虑一下 选择卡莫瑜伽 或者谢谢再见 计时开始 时间到 姑娘 你的选择是什么 谢谢再见 感谢何文 太远了是吗 长沙 你是一个好地方啊 我一个女孩子 自己也是害怕的 那一个女孩子 一个人 当然天津的社会治安 是全国有名的好哈 不管怎么说 一定要记住我们的 加引号的哼哼善诱 确实 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我们也是第一次为人儿女 大家彼此之间需要磨合 希望你在天津早日找到 你喜爱的工作 再见 主持人再见 各位老师再见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觉得我应该和我父母 去沟通一下 我这个现场合作的这些事情 我也要跟他们沟通一下 我以后想做的这些职业是什么 第二就是 我也很准确地知道了 我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就像台上主持人老师说 我的职场情商可能不会 不是很高 需要我以后再加强一些 好 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企划 英介生专场 结束了 在我们专场一开始的时候 有位企业家说 其实英介生 首先看的是他能不能适应 甲军 你觉得这三位英介生 他们目前达到适应职场的标准吗 这基本条件OK了 第二个问题 在专场开始之初 李雨昕说 在他们公司过往的 英介生招聘的经验当中 存在着一定的眼高手低的现象 那今天我们的这三位求职者身上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也有这个问题 那我想补一句 英介生 我觉得要找到两个点 第一是自己的不足 第二是自己的热情 有了这两个点 如果真发现了 就可以解决刚才那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要问给我们的人力专家 雅云老师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越来越多的 99后 00后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 做职业生涯规划 这件事 那面对即将走出校门的 英介生 通过我们今天的专场 有什么经验 和秘诀可以分享 第一个是说 不管外面机会有多少 但是永远不要放弃 自己去找机会 这份努力 因为你在找机会的时候 你能连接到很多 优秀的人 优秀的机会 第二个呢 在遇到挫折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找专业老师帮助你 因为他能看到 你身上闪光点 今天很多舞台求助者 往往他的 引起争议的地方 不是他不够好 而是他在表达的时候 没有展示出来 第三个最重要啊 就是来菲尼莫书舞台 因为这里有更多的企业家 还有专业主持人 帮他引导 谢谢我们的人影专家 其实我们今天的其中一场面 是关键词叫 差学生 坏学生 好学生 其实应届生 应届生 不管他能不能适应 他的身份最核心的是什么呀 学生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珍惜 在高等院校当中 求学这段 宝贵而难得的机会 一个时间窗口 因为你未来 能不能在职场上 像一只狡猾的兔子一样 挖出属于自己的三窟 这四年 很重要 如果你有经验 自己本专业要学习的好 祝贺你 你真的能够让自己 在求职遇到挫折 和不利局面的时候 具备着短期内 养活自己的能力 但是最后 我想鼓励所有的 应届生同学们 那就是 不论是优等生 还是差等生 不论是好学生 还是坏学生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感谢收看本期 非你莫属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 拜拜 每一个应届生 在找工作的时候 都会有第一份工作 甄选的这个苦恼 那首先呢 我会认为 当你清楚知道 你的专业和你的兴趣 如果是一致的话 那么就优先去选择 这个行业当中的 头部企业 去认真的准备 你的简历 让头部企业 看一看你是否适合 如果能拿到 这个橄榄枝的话 它能够塑造你 第一个是职业价值观 第二是能够在 头部企业的平台当中 历练你 跟人际交往 和管理的能力 如果说 你的专业方向 和你的兴趣 不在于这个行业领域当中 可能你要转型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退而求其次 你不要找最大的公司 你要先找 愿意给你机会的公司 但是有一点 就是要考察到 这个公司 它的相对的稳定性 还有第二个呢 是在你投简历之前 要判断一下 你是否具备了一些 额外的软素质和技能 能够在面试当中 讲清楚 让面试官选择你 所以这两个方向 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节目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篇 2010 at 126.com 如果近日之前的 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 招募人才 欢迎您将 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全篇 at 163.com 荣美好 更未来 天津卫视 一间摄影工作室 一段被骗的经历 一家小书屋 一场大风水 多灾多难啊 横拢地拉车 一步一个坎 让我们掌声 请出我们的求职者 李杰 27岁 新乡师范学院 儿童学前教育专业 大专学历 各位老师好 我名字叫做李杰 大家也可以叫我哈哈 我是一名阅读规划师 我做的行业呢 就是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然后我拥有一家自己的汇本馆 还有和朋友一起开的图书仓库 然后我想应聘的职位是 儿童教育或互联网运营工作 谢谢大家 好 欢迎李杰 先请教您一个问题 您说 刚才说您的职业是 儿童阅读规划师 对 何为阅读规划师 那么我们做的就是把每一本书 精挑细选的书讲给家长听 然后并给予他的规划 让他学会怎么样给孩子讲 在这个过程中呢 孩子可以带到人物当中去 久而久之便可以达到习惯养成 好 先说你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 好 你看你刚才说的是阅读规划师 上来第一个是摄影工作室 对 没错 我曾经开过 四个人一起合伙开的 合伙 开了之后生意也很好 就我们自己销售 我们还拍招 我们还逗孩 就是全都是我们自己干 我们还花招 就你们四个人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为什么不做呢 生意起来了 来找我们拍照的人也很多 但是呢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呀 你看 百天的宝宝他需要尿不湿 大一点的孩子 他需要穿衣服 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我们的品牌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话 有了争议 然后后来就散伙了 我又重新开了一家 就是这么做的 那个理想 对 自己干的这回 对 干的也不错 然后就会有朋友 很早之前的朋友开始说 那你带着你的团队过来 来给我们指点指点吧 这个人做了一个 大概有两三千号人的活动 跟着他一块儿做 可是还没有多久 就是他跑了 现在你讲的 是不是那段被骗的经历 对 然后但是当时 很多人照着我的头 因为我们带着团队过去了 人家牵驴你拔绝 没办法 你虽然欠了一下子 就是会欠这么多的钱 但是我们也要去解决事情 不能让顾客很受伤 这些很信任你的人 就是我把所有的照都拍了 把我的这些用的摄影装备 什么之类的 跟另外一个工作室抵了 这一块亏了多少钱啊 大概十六万多吧 都是你一个人的 对 我很难过 我觉得那个时候会让人颓废 颓废到什么境界呢 就是你天天就想 一睁眼就是钱 就是跟钱杠着了 很害怕让我父亲知道 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是不支持我这块儿 他觉得我就是作为一个老师 就应该好好的去教 对去教小朋友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折腾呢 就是这 我特想看看你拍的作品有吗 对 有 有照片可以大家放一下 这是夜景 挺专业的 尤其他不是科班出身 他的光线 包括抓人的神态和构图体现的质感 景深层次都是OK的 作为一个摄影工作室 可以说是95分了 谢谢 谢谢 就是我去大山里边给这些人去拍照 因为我觉得他们需要看得见 真的会有人往里边包野菜 然后他底下铺的这些蒸的包子 底下铺的是树叶 我会定期的时候买一些衣服 要啥去捐助他们 我特别喜欢他最后一张照片 我觉得他传递的美好 因为定期去做工艺 我觉得你最后一张照片打动了我 会做这些事情 是因为我想发现美好一个瞬间 然后都给他记录下来 这也是我最早之前要做摄影 为什么要做摄影 后来我做图书了 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创造美好 亏了十六万以后 然后你说你就去干图书了 对 因为我觉得越等越颓废 这个时候应该振作起来 不管是干点什么都好 一间小书屋 对 没错 最后想一想就觉得 还可以再来个几万块钱 去进一些书屋 为什么你想做一个书屋呢 还是关于孩子的呀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也能看得出来 我很喜欢小孩 就去开书屋了 开书屋的时候 然后开始慢慢地上书 从先开始一个大大的书柜 往那放着 然后像这种已经是异形书架了 蛮贵的 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 我想做的就是 让小朋友在看书的同时 我也希望家长能坐到那儿 不翻手机看看书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十分钟了解孩子 半个小时教会如何 教孩子作为一个乖宝宝 要强很多 还有我们给小朋友讲故事 很精彩 家长也喜欢听 谁在讲 我 也有 你在讲 对 也有我们的老师 虽然我讲得不够好 但是我愿意去尝试 这个事情做起来 它可以带动小朋友的现在 也可以成就它的未来 你开书屋的时候 想过自己要做阅读规划师吗 还是开着开着 了解到这样一个身份 有 因为 因为我觉得 需要有这样的身份 在我去考察的时候 我就准备好了 所以你边开书屋 边做这方面的准备 对 你今天最后一个关键词是 一场大洪水 对 我们就特担心 你这个孱弱的生意 能不能在困难面前 继续生存下去呀 是的 这一场洪水 我的书店我没有去管 然后我就去往 县级区去救援了 然后每天水淹到这里 我去扛沙袋 慢慢慢慢地 等水慢下去的时候 我再去我的图书馆了 我有一个院子 然后玻璃的碎片 以及门口的大门 全都被冲跑了 当然那水淹成那个样子了 我在想 我也在从根源找问题 我在考虑这些事情 我是一直这样做图书 然后一直这样借阅 在内耗自己 还是要去踏起来步 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第一次尝试 大概有四百多平仓库 就是书的仓库 对 然后去从和别人沟通渠道 然后我们拿一些仓笔书 然后进行帮卖 你等于现在准备到线上去 对 其实刚才大家所看到的那个 是我三月多份的时候 我开始视频 开始讲解我们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虽然很难 但是我足够坚强 我也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感染很多很多的人 可是我不能只有情怀 我也需要挣钱 所以我们慢慢地 及时了很多的人 大家听过我的故事 然后形成了我的帮卖团长 然后后边就有数据了 我们开始每个月秒杀 为什么我们的 这个退款率很低 我给大家说一下 很多的人就在考虑 你的额度达到这样子的时候 按正常的道理来讲 退款率应该高 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个行业 就是把每一本书讲好 我把每一本书精心地 全都录制了视频 讲给大家听 但是我们做的不太好的就是 我们现在做的是群上 就是每一个人需要加我 然后我们形成群上 一个秒杀 我还得再重新有这样的东西 就很繁琐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想过来的时候 来向大家请教请教 我真的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做了 后长 我心情就是通病 关于儿童行业的话 很多人现在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不过我没有想特别特别地多 就是想两手方案 当然也有求职不成功的话 怎么办 回到你今天求职 你的面试技能展示会是什么的 带货吗 讲故事啊 讲故事 对 给谁讲故事 给在座的客位 讲什么故事呢 讲公主怎么挖鼻屎 对听起来大家很感兴趣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为什么要讲它 是因为我们都经历过 这是行为习惯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 每一个行为习惯 我们都可以用书来感染大家 来感染小朋友 来为他做指引 很久很久以前呀 在一个森林里 有这么一群小动物 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和老伯伯一起 坐在太阳下边晒太阳 老伯伯问了一个问题 哎 在座的 你们知道公主 是怎么挖鼻屎的吗 第一个举手的是小兔子 小兔子说 我知道我知道 公主妈就是把鼻屎抠出来 然后交给妈妈的 交给妈妈 小猪不愿意了 小猪说 不是吧 不可能不可能 公主挖鼻屎 怎么会交给妈妈的 她的妈妈是王后呀 我觉得公主挖鼻屎 应该把鼻屎抠出来 然后就 一下给她吃掉 这样才对嘛 这个时候呀 小袋鼠不愿意了 小袋鼠说 哎 怎么可能嘛 你拿一个放大镇看一下嘛 上面有很多的细菌在嘲笑你 怎么可以吃嘛 我觉得公主挖鼻屎 应该把鼻屎抠出来 然后 年代强壮志 我简单地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 这个讲得好好呀 它配音就每段的音都还讲得 就特别有意思 我确信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听 因为做妈妈的都很喜欢听 对 画面感很强 力气感很强 生动了 谢谢 我陷入到了深深的沉思 我也在家给我儿子读绘本 我觉得我的专业水平还行 为什么我读到一半的时候 他都要让我带他去玩 听不下去 这是最让我失望的一件事 是 要我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岗位了 是 是 是 我倒是觉得 他要坚持他做那种幼儿教育 还是这种 因为我觉得他适合做老师 所以我看到他之后 如果我是个 我现在有孩子 我一定会把他给他来去 让他来带我的孩子去读书 去上课 所以我觉得做直播 换老师 我觉得你不要把直播 狭隘的理解为只是卖货 我觉得他这种就是讲故事 也属于直播呀 不不不 我跟你说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你说的特别有深度 你知道吗 你现在说的就是 马上没有理解到的 我已经给他设计好了 其实他做直播 就是做的话能图书 而且的话也可以的话去教育啊 而且可以和 他特别适合和家长沟通啊 不是 吴总 他如果做图书直播 他为什么要帮你做 他自己现在可以做啊 他现在自己做的话 肯定做不好 你问他越不越有个专业的 我是打造他 所以你这里是个跳板是吗 做两个月他回去做自己 不是 我跟他合作呀 后端 你知道的话 麦说后端有多复杂 你认可吗 我很喜欢 但是我还想再听一听 还想再听一听啊 我真的特别欣赏你李洁 而且你是少有的能看到 人从内到外 透着纯净感的人 我也很支持 吴胜说 可以让你去做直播 尝试新媒体 我也特别想考考他是真心话 是我们真的能给这个孩子提供岗位的 为他的未来 我们能够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吴胜 你说了 你能够做好他 那他的流量怎么来 你要怎么做他 我真的挺想帮帮这个妹妹的 首先第一点是这样 目前在视频号 只要你有60%的毛利 也就是一比三的情况 你可以就无限投流了 第一点前章我直接投流 或者获得流量 然后同时视频号最大一个特点 是他可以直接做私域 而做私域的时候 现在一大批家长 他的孩子的焦虑非常焦虑 我直接私域上面 直接给他做私域太容易了 你的私域从哪来 我直接视频号投流 公寓引流到私域 私域以后给他拉群做成交 我觉得太棒了 因为你这是不可替代心 你是有人设有专业的 所以这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所以这样的话 坚持做他一定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 各位企业家对你还都很认可 还是那句话 你们对他的喜爱 可以通过身后的灯来表示 祝贺你立即还剩下三盏灯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我给你提供的是主播的岗位 而且的话呢 就是教育 然后读书这块的 名字的话呢 是8K 然后工作地点是在深圳 我给你提供的是 我投资的一家企业 你的工作和你现在做的 任何区别都没有 就是做你的绘本阅读的规划师 帮助这些国际学校的妈妈们 帮他们的孩子来培养阅读习惯 然后贝斯在北京月薪6000加提成 基于你刚才卖这个团购的表现 我觉得给你提供的那种岗位 是什么团长 这么一个合伙人的这个岗位 好 李杰 来 有请 抱歉 哥 没事 没事 加油 谢谢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你现在有的所有的东西 都能够平移进去 因为做的就是现在这件事情 唯一不同的是 你有了更强大的运营团队 并且有很成熟的新媒体团队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人脉资源 还有你学习的能力 都会让你原有的能力持续地深耕 图书这个事情 本来就在策划这个事儿 图书行业的这个 特别是教材这块的 毛利率有60% 所以我很看好这个行业 我不是一时期 在《优我宝》和《非界传媒之间》二选一 是我了 带有很多的好奇感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拼 2010 at 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也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 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 交聘全拼 at 163.c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